你現在收看的是獨立在線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今天獨立在線的單元 要來跟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的 倦如一起來連線 倦如其實有很久沒有在一起連線 而且最近對他人生來講出了一個非常驚悚的事情 倦如你好 沒有錯各位朋友大家好 也好久不見了 因為這個好像很久沒有錄 你前一陣子跑去蒙古了 對不對 對對對 跟Face聯盟合作 非常特別的經驗 那你之後再跟我們談一下去蒙古的一些經驗好了 最近聽說你不是聽說 我想很多人在公庫的網站上面看到你的奇妙的一種遭遇 沒錯就是我的採訪經驗值又在上升 up up這樣 就是反正前不久就有被警方 就是無緣無故留置在警局三小時 而且也跟我今天 要跟大家講的議題 有相關這樣子 所以呢 大家要聽到為什麼我被留三個小時 請等到最後 所以呢 我要講的今天跟大家說明的議題呢 是在實驗中的時候呢 這個台北市政府啟動了一個叫做 內湖區的都市計劃的 通盤檢討 就是針對內湖區 那為什麼是內湖區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有山有水地質也算敏感 然後呢 最重要是這邊有很多個這個自然保護區 那在都市裡面的自然保護區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開發都市又有保護區的話 那我們要做一個統整 所以呢 尤其是這個爭議非常多年的 慈濟內湖園區 就是在 這邊開發 這個慈濟經濟會要這個變更保護區的明目 所以說呢 這個通盤檢討 其實可以說是由慈濟這個案件 後續來啟動的 所以通檢這個內湖區很大 所以呢 這個案子裡面其實包括了不只慈濟 還有另外1700多件的這個人民陳情的案子 所以呢 這個 今天要跟大家說明的就是這個通檢 這個會議當中發生了一件爭議 慈濟最近的狀況其實還蠻多 包括慈濟的這個新聞 新聞部的員工發起了這個 相關的抗爭的行動 或者是包括像鼎心的這個事件也波及到慈濟 當然這個案子現在要談的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大概應該有五六年以上嘛 就幫我們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來回顧一下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呢 好最近可能大家比較關心實案問題 那麼這個慈濟內湖園區呢 就是慈濟基金會購買了內湖的一塊保護區 那他們要申請變更來作為社會福利特定的保護區的使用區 他們要新建一個叫做國際志工大樓 可是呢 這個當地的居民 而且要守護這個自然保護區的一群人 叫做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 跟其他的一些環保團體 其實是非常的不能接受 他們認為這個慈濟這個做法 其實是漠視了自然保護區 原本的價值跟功能 他們是最主要就是維持這個自然環境 所以呢 其實這個慈濟案喔 在四月底的時候有一個大會 那通過了一個大會決議 這個台北市的副市長張金二呢 宣佈說內湖慈濟案 應該要納入內湖區的通盤檢討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提的 可是 又可以優先審議 這個優先審議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讓很多關心的居民 很擔憂的跳腳喔 那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到底是什麼意思 的確這樣的一個說法 讓大家覺得說 到底又要通盤檢討 要優先 到底那個順序是什麼 所以 這次的會議當中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或者是這次會裡面 本來要討論什麼 一個議案嗎 好 4月底大會通過之後後續呢啟動這個通盤檢討 6月呢其實有各個說明會喔 那這個10月15號呢 終於有第一次的這個通檢的會議 這個台北市都委會呢 在這個10月15是通檢會議 可是呢都委會在前兩天 也就是10月13的時候 才上網公佈了這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那在網站上面呢 他還寫說這個呢叫做簡報會議 不邀請陳情人或任何團體到席旁聽 也不提供發言登記 大家聽就覺得很像說任何人都不能到場喔 所以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的常務理事 紅美會一直以來都關心慈濟開發案 他說 這個東西讓很多居民感到非常的憤怒 而且認為說你們是在黑箱程序嗎 是不是 要在這個過程中把慈濟案偷跑啊等等的 恐慌跟疑慮喔 所以呢在10月15號這一天 引發了其他加入一些年底選戰的 像素黨啊 或是青年佔領政治的一些候選人喔 也前來杯葛這個會議 所以呢這個會議還沒開始 已經有這個素黨的人呢 就是對著主席跟都委呢 噴了滅火氣 所以整間會議是搞得是煙霧 煙霧瀰漫喔 所以當時呢這個會也就開不下去了 不過從公庫的報導跟信頭格的報導 其實你被警察抓走 其實跟這個滅火氣是有一點點的關係 沒有錯 如果我們還是回到這個政題 待會再採這個滅火氣跟你被抓走的事情 這個 所謂的開發的這個議案 或是你剛剛談的這個所謂的會議當中 它是需要給民眾參與的嗎 或者是它真的不需要給民眾參與嗎 說到這個通檢會議 第一次專案小組的簡報會議 其實都委會這邊呢 有一個執行秘書劉秀琳呢 他說 簡報會議說不邀請陳情人或不邀請任何團體 旁聽 是因為我剛剛提到 整個內湖區有1700件陳情案 那麼呢 委員們因為對這個太多了 所以我們要先劃分 生活圈 每一個生活圈 那之後才會針對這個ABC的各個生活圈 的陳情人 發書函通知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 行前的準備會議啦 所以呢 這個劉秀琳他又說 如果你們現場民眾要旁聽 還是會給你旁聽啊 我們並沒有拒絕民眾旁聽的權利 可是這時候就要來問了 我們看到這個 網站上公佈的 其實真的會 讓人覺得說 你就是不准我去 這就是 紅美會或是這個當地居民所擔心的事情 所以 至少在現場 這位劉秀琳執行秘書是說 可以旁聽的 是 那在這個案子 慈濟的這個開發案 在這個案子當中 他的處理的程序 或者是方式會是什麼 沒有錯 其實荒唐跟居民今天就是針對慈濟開發案來的嘛 那當然也有關心內湖區其他的 的案子 所以這個 當初台北副市長張金二說要優先審議慈濟案 可是今天會議又不邀請人來旁聽 所以讓每個人都忍心惶惶 他們擔心這個是假通檢 真個查 就是你知道包裝慈濟案 所以呢 執行秘書劉秀琳他是說 大家最擔憂這個案子 其實他說只要是目前都在 進行中的通檢 所有1700多件的案子裡面 有涉及保護區的案子 還要再抽離在另外一個保護區的 通盤檢討障礙小組 會不會很複雜 一個是一般的通檢 一個是保護區的通檢 這是兩個 而且慈濟案會在兩邊一起同時審查 所以呢 劉秀琳是認為說這反而是一個雙重審查 不會有優先審議的問題 既然都可以去旁聽了 既然也沒有說不讓民眾去參與 那為什麼在現場還會發生這些 所謂的滅火器事件 或是引發一些衝突 這些不管是素黨或是青年佔領 甚至或者是包括內湖區的這些 居民或者像紅媒會 福利市長的一些反應 他們訴求是什麼 其實這個滅火器的行動真的是有點突然 所以像當地居民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的訴求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一個通檢或是慈濟案的行政程序 都要公開透明 另外呢 這次這麼大的反彈 也是因為內湖區保護 自然保護區守護聯盟的紅媒會常務理事 他公佈了一份郵件 這個郵件就是這個通檢會議的召集人 陳武正 他公開說 也不是公開 就在郵件裡面說我個人完全支持 慈濟內湖園區的開發案 他認為召集人都已經這樣講 是一個非常行政不中立 那麼 最後執行秘書劉秀玲說 為了要化解大家的誤解 他說這次有讓民眾 產生了一些誤會 所以未來呢 保證會在一周前上網通告 剛說是兩天 之前是兩天前 他會這個會一周前 那麼議程跟討論的議題都會完全的公開 另外呢有到現場的青年佔領政治的兩位代表 林家瑜跟鄭允強呢 提出了很具體的三點訴求 一就是要求這個 會議要在兩周前通知 這個可能他們還沒有協調出來 另外呢 會議過程呢 要網路直播 還要撤換這個行政不中立的這個召集人陳武正 這是他們的訴求 我想民眾的這個要求 或是剛剛談到青年佔領政治的這些朋友要求 其實很多 公民團體長期以來 希望類似的這種所有的會議 他都能夠公開透明 同時可以透過這種其實 直播的方式來進行 那可是這樣子聽起來 其實整個過程都還 蠻順利喔 雖然有一些爭議 雖然有一些爭執 可是 為什麼會有滅火器事件以及你為什麼會被抓走 我終於要講 我被抓走的事情 其實滅火器當時呢 是對著兩位委員來噴 朝他們臉上 所以其實有兩到三位的委員 是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是整個臉被嗆到 所以他們當時 其實是 他們後續有開個協調會議喔 他們其實是 嚴重譴責這件事情 他們很不能接受 他們甚至認為這個是 一般民眾對他們的侮辱 他認為他們的專業受到侮辱喔 所以呢 這些內湖居民後續呢 跟這個委員們協調會議結束之後呢 大概 下午 原本會議是兩點 那協調會議到四點之後呢 特別是政府因為這個滅火器事件呢 要跟現場的民眾提告 用這個妨礙公務的名義來提告 所以通知了信義分局要來盤查現場所有參與旁聽的民眾 那麼因為這個現場的民眾都不願意提供 也不願意被盤查 所以呢就被警方圍堵在這個會議室外面的走廊喔 就不讓他們走 結果最後強制了 將20人帶回信義分局的這個派出所 當然就包括我本人在內了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全程 可是我全程帶著記者證 然後呢 我一直跟警方說我是記者我是來採訪 但是呢 他們就是把我認為是 我就是承抗民眾 那我就是 跟他一直講 然後我也說 要不然我身份證給你登記 他也都不理我 所以我這是第一次有一種跳到黃河洗也洗不清的感覺 可能因為你長得太年輕了 所以每次遇到這種狀況 你是抗議的學生 然後又 其實像功課的很多的拍攝是比較從 這些抗議的民眾的這個角度來去拍攝 所以 我們必然會跟這些抗議的民眾站的位置是比較近的 那警察如果沒有很清楚的去 分辨的話 很容易發生這種情境 不過雖然我比較不解的是說明明已經亮出了身份 然後也要給他身份證 然後也要給他看記者證 但是他還是一樣 不理不睬 是的 就是警方 一直用一些很荒謬的名義 就是說 就是好像我一直跟他說我是記者 他也會說 既然你是記者 那更好啊 你協助我們來 來釐清案情 我真的沒有聽過哪一位 譬如說 主流媒體在場的話 他們會請這個現場的攝影大哥 或現場的文字記者 回去來釐清案情 重點是我們就是去採訪的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要特別要去譴責跟提醒警察的 就是 記者就是記者 警察就是警察 警察有自己的工作 記者有自己的工作 我們是去拍攝去記錄去報導 而不是來幫你收證的 我想這部分警方是必須要給我搞清楚的 沒有錯 所以我當時真的是 因為真的是一直講不聽 而且現場真的還有 像其他的獨立媒體這樣 臥槽 或是像這個聯合報記者 都在現場 但是因為他們在這個記者室裡面寫稿 那我呢 是這個 隨著這個 承抗民眾來拍攝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警察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投留 他覺得 我有任何 非常可疑的目的吧 所以呢 最後就是 所有的人 20人 包括我 還有另外一位公民記者 是留到警局 到晚上8點 大概是從5點到8點 就是大概3個小時 所以 警方就一直強調說 他們要來看錄影帶 要來找 找人就對了 所以最後呢 確定有一個人 是用毀損公務來移送 因為他有丟這個主席的名牌 其他人 就地離去 也沒有留任何資料 包括我 我也就是 完全沒有 無緣無故 就留在警局3小時 所以這個在 執法過程當中呢 警方其實已經 曾經把這個 滅火器 施放的那個人 壓在地上了 他們很明確知道他是誰 可是最後又讓他離開 但是最後又以說 我要調查 是誰 施放滅火器的名義 把我們所有的人 留在警局裡面 所以所有人 所有人參與旁聽 我沒有聽過任何 參與旁聽之後 要被 限制人身自由的 所以 最後等於你知道 其他20個人 只有一個人被 移送 其他19個人 就地解散 無緣無故 所以顯示這個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 對於成抗者 其實是有 選擇性執法 以及 我本身的新聞 人身自由啦 他沒有阻止我採訪 他說 我在警局 還是可以四處採訪 可是真的 非常的荒謬 這就是我經歷的事情 我想這非常非常不符合 比例原則 而且這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執法 適當 同時我們在這裡還必須要特別要譴責 這些援警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妨害 新聞自由的 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我想公民行動 銀記錄資料庫 也正在做一些討論 是不是要持續 要進行下一步的 舉動 但是不管如何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荒謬的事情 其實 娟儒也辛苦了 娟儒其實前一陣子還被 建商 記住純正信函之外 其實在這次的採訪過程當中 也被警察 這樣的一個不當的對待 其實真的是要跟 我們這些在前線的朋友 要致上最大的敬意 謝謝娟儒 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再跟我們大家分享的嗎 請大家要看詳細的內容的話 請上公庫的網站來 幫忙聲援一下 好我想這也是我們要共同的權利 有一個國家新聞自由 採訪自由如果受到受限的話 這個國家的民主會非常嚴重的倒退 今天非常謝謝娟儒來跟我們一起連線 謝謝我們下禮拜公共再會 謝謝拜拜 所以這個誤會是 我不曉得是什麼狀況 負責把你帶回來 來這邊 所以不用 去調查記者的身份 我們到時候會調查好不好 所以到四樓在調查 對對對 然後你是幫我跟他們 就是放在一起嫌疑犯 不一定是嫌疑犯 說不定你是證人 說不定要給你們身份證資料 為什麼不讓我走 我去財訪的為什麼不行 那我們到上面談好不好 所以資料要去四樓談 對 我們會有一個主辦的一個 那我給完了資料可以走嗎 等一下我們會有長官跟你說明 所以警方可以逮捕記者 我就跟你講說不是逮捕嗎 我不是逮捕 那為什麼要強制我帶來 那我可以離開嗎 那我可以離開嗎 那我可以離開 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好不好 那我可以離開 你給我資料沒有用 因為不是我來負責你 好不好 那你要負責帶我 對我要負責把你帶上去 那我不走呢 你不走怎樣 我不走上去我要走啦 我要回家 麻煩一下 你有什麼具體事件 你有什麼具體事件 等一下會有人跟你做說明嗎 你不是也要等那個什麼 你們那個 那個什麼工會的來嗎 是不是 對啊 你這個爛探子 何時才能了結喔 你有沒有全力說到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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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